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又有两名男子跟上 参与控制干鱼子 这些男子都穿着便衣 其中一人疑似拉起衣领处的微型麦克通话 这些人被怀疑是当局在现场部署的秘密维稳人员 多个网络视频显示 当天北京市风声鹤唳 如临大敌 部分敏感区域穿制服的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还有数不清的黑衣人散步四周 特别是有市民聚齐为李克强送行的地点 维稳人员尤其紧张 而11月2日的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 只有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 以及前常委 现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八名高层领导人现身 胡锦涛和其他前常委只送了花圈 外界对习近平对陈宏的慰问议论纷纷 有网友直言 陈宏教授厌恶得不愿多看习近平一眼 还有网友说 只有李强的握手最有诚意 可能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感同身受 原中共党校校长蔡霞 在X平台发文表示 李克强被火化了 事情就烟消云散了吗 否 只要看看沿街目送凌晨的民众 只要看看被黑衣打手 无嘴强制拖走的女子 只要看看习近平的那张脸 眼皮低垂 不与陈宏教授目光对视的脸 只要看看陈宏教授悲弃的面容 与面对习时的急冷的眼神 谁都明白 这是没完 谁将背锅 且等看着 近日 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爆料称 李克强其实在10月26日 而非27日就已经去世 而且在送到曙光医院前就已死亡 是被毒死的 其死后 中共政治局六个常委 花了18个小时 为李做政治定位 定位结果是 国内媒体依旧保持彩色 不变成黑白色 而直接毒杀李的是上海武警 负责下令的是上海武警司令陈源 他与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是同乡 时评人士周晓辉 在《得以Palk Times》撰文指出 陈源在2022年8月还在广西任职 然而转年4月就到聚首可热的上海任司令员 背后没有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极有可能与中共二十大上作为习近平亲近的何卫东 晋升为军委副主席有关 如果赵兰健的爆料可靠 那么与李克强无冤无仇的陈源 不可能是毒杀李的命令的真正下达者 下命令者大概率来自北京的何卫东 而何卫东背后是谁呢 更有意思的是 除了赵兰健的爆料外 海外还有三则相关爆料 一个爆料消息指 因为李克强所住的上海东郊宾馆的安保 是由中央特勤局负责的 因此是特勤局主管 公安部部长王晓洪下命令毒杀李克强的 另一个称 早在一个月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蔡奇 就已经下令准备李克强的遗书 这似乎与之前官媒提前在网上 测试李克强死亡的西门相吻合 而蔡奇的背后又是谁呢 与这三个爆料都将矛头指向和卫东 王晓洪 蔡奇背后呼之欲出的最高层 还有一个爆料称 毒杀李克强的是江曾派系 意图嫁祸给习近平 无疑 不管是哪个爆料 共同点就是 李克强绝对死得不清不楚 都认为是被害死的 最大可能是毒杀 而且专业医生和曾长时间做过 中共高官保健的护士也证实 李克强死于心脏病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李非正常死亡的概率 远远高于其正常死亡 对此 中共高层不可能不知道 知晓李克强真实死因的 除了习近平等七场美外 还应包括王晓洪 何卫东 陈玄 曾庆红 以及他们的亲信 这么多卷入李克强知死谜案的 现任李人高官 究竟哪个才是主谋呢 就动机而言 无论是习派 还是江曾派系 都有理由害死李克强 前者或是在内忧外患下 担心李在反习力量的支持下 会取代自己的位置 后者则期望借机生乱 迫使其下台 就可行性来看 如果东郊宾馆的安保 掌握在上海武警和中央警卫局手中 那么习派有天然便利条件 但长期盘踞在上海的江曾人马 也无法排除 动机手脚对他们并非难事 据央视报道 中共当局已在11月2日将李克强的遗体火化 虽说中国人讲 逝者早入土为安 但如此将死因不清不楚的前中共高官迅速火化 目的何在 要知道 在中国古代有不少毒杀的案例 古人通行的验毒手段 则主要有工具验 活口验两种 隋代的朱病原侯论曾提出 引气可测不强药 蓝药 焦酮药 金药 军药等五种毒药 南宋时更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记录》 记录了各种中毒后的症状 由于古人基本是土葬 因此即便蒙冤死去 最终也可以通过开关验尸招雪 中共建政后 大力提倡火葬 而如果是毒杀 火化遗体就可以销毁罪证 就注定是死无对证 问题是 这样做就可以堵住 天下老百姓的悠悠之口吗 就可以将背后肮脏的勾当一笔勾销吗 就可以让党内高官因为恐惧 而俯首贴耳吗 要知道人做什么 上天确实在看 而且是一一记录下来 谁做了什么都会有相应的报应 只不过争个早晚罢了 中共所有高官也不例外 据大陆官媒报道 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由习近平主持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悉数列席 显示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会上称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战备 强调了党对金融体系的控制 他指出 目前存在履禁不止的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 并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敢于亮剑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坚决惩治 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 专家预测 这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一场力度空前 费时颇久的反腐风暴将在金融领域掀起 将有更多的金融官员落马 北京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之前该会议都是由中共总理主持 但自上次2017年召开时就由习近平主持 由于中共实施动态清零管制政策 本应去年五月举行的会议 推迟到了今年十月底 如今中共地方政府债务不堪重负 濒临或陷于破产 咱们解决地方债务 决定着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的成败 也决定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据彭博社11月1日报道称 本次中央金融会议 再次提出活跃和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 但在中共作优作强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导下 又要推动所谓资本市场化的改革 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 这与其他习近平历次强调的政策 既要又要雷同 如既要动态清零又要发展经济 结果又是烂尾收场